上回任带拉伤就主管一个多月 这回可倒好 还跟人打上架了 你跟沈杰不是挺有数的吗 怎么凑在一起成复数了 踢球锻炼不是好事吗 打架是一时冲动 不就把明天的任务忘了吗 还好陈旭把你捞出来了 你要再给关进去 咱们之前努力全白费了 怎么能白费呢 人家连我的设计方案人都不看 人家看我这张脸啊 只要你 别得罪那余太太 人家那园子不可多了吗 你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 轻点 怎么阴阳怪气的了 你现在数了我跟数了儿子 那有区别吗 晚饭晚饭不让吃 求求求求我现在不能踢 我一点自由都没有了 我多大岁数 那我过两天 我就不能叫你老婆了呗 我得称呼您 许太太 说来说去 你还是针对太太圈 对 我就是针对太太圈 咱家生活过得挺好的 为什么非点蹦着脚往上垢啊 为了 好 好什么好呀 你不知道吗 咱们家公司的特殊性 一出事就是大事 老公 对不起 我刚刚态度不好 但我也是着急 咱们家好不容易迎来这样的局面 你又把脸弄成这样 我也是心疼 但咱们现在的烟花燃饭方案 还没通过 单子还没有彻底拿下来 咱们这个时候也不能放松 你说呢 你说得对 我确实不应该打架